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少爷那什么 第十七集,无事就好 水光下若隐若现的 竟是一览无余 路易脑子一热,也没有顾忌别的什么 将人滴溜出来又顺手裹上自己的外袍 打横抱起便沿着来时的路径往回走 惊吓被这一连串的动作惊醒 睁开眼看到抱着自己的路易满脸韵色 又意识到自己什么也没穿 差点尖叫起来,又被他含着脸瞪过来的目光 给吓得憋了回去 路易将他抱到房中床上 随手抽了被子披头盖脸捂住 才觉得自己方才扑通乱跳的灶乱心绪 恢复了些许冷静 冷着声音问道,怎么回事 方才的房间因为热水变冷,已经透了寒意 卧房里却是稍着地龙温暖四溢 惊吓被这寒热交替一冲 没忍住在被子里打了个喷嚏 瞧着路易的脸更黑了几分 才哆哆嗦嗦地回答 木,沐浴,燃,然后睡 睡着了 按理说,小丫头不应该去那儿沐浴 可依着她的性子 没人领着,怕也是不会乱走 路易细细斟酌,便能明白几分 怕是严世帆故意让人安排的 她有些被人误解得恼怒 却又无法冲着小丫头发出来 只得绷着脸问她 衣服呢 惊吓团在被子里动都不敢动 只露了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她 刚才 刚才那架子上 老实呆着不许动 她扔下一句,便又出了门去 就算让她动她现在也不敢动她啊 惊吓现下几乎都快哭出来了 她又不是几岁的小玩儿了 这幅模样被少爷从水里捞出来 她真的是没脸见人了 片刻之后 路易拿了团成一团的衣服过来 她面上有些微红 只是将那团衣服 往床上一扔便背过身去 晚上,你就谁这儿 我去偏房 说完 她头也不回地出去 留下小丫头 一个人在裹成了残涌般的被子里 埋了好一会儿 确定不会再有人了 才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胳膊来 将床杖勾了下来 躲在里头穿佗了礼衣 她现在很慎重地在考虑一个问题 到底是悬梁还是撞墙 会死得比较快一点没那么疼 可是捂了半天 又有个小小的声音告诉自己 是少爷呢 也不是别人 应该 也不用寻死那么夸张吧 她躺在床上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望着未能吹灭的烛火 微微跳动 满脑子都是刚才少爷抱着她时的场景 脸上热腾腾的似火烧一般 心跳如骨 根本睡不着 翻来覆去了许久她也毫无睡意 最终受不了了掀开被子疼的坐起 起身到桌旁拎起茶壶晃了几下 里头倒是有茶水 可是已经完全冰冷了 她顾不上许多 倒了一满杯咕咚咕咚地喝下去 才觉得热意消退了大半 重新躺下去时 她摸着脖子上挂着的五彩绳结坠着的银润珍珠 突然意识到方才被忽略了的问题 少爷 有看到这颗珍珠吗 陆毅是在将人从水里捞出来又裹上外袍的瞬间 看到小丫头脖子上戴的那串五彩绳 银润小巧的珍珠刚好坠在她的胸口 仿佛是珠玉点缀 让她有些谎神 那颗珍珠 她是从哪来的 以今夏的脾性 必然不可能是偷取的 更何况若是偷取 她大约也没那个胆子串成五彩绳挂在脖子上 而且 那颗珍珠 无论是色泽质的还是大小 都与母亲留给她的那串一模一样 路易想起母亲过世之前将手串交给她的那天 之后也曾经将今夏叫进去过 后来 小丫头曾经斩钉截铁地与她说 答应过夫人会一直陪着你的 也许就是那时给她的 母亲说让她把手串赠给喜欢的姑娘 却也将其中的一颗珍珠赠给了今夏 想来 是看出她存了旁的心思 只是当时今夏年纪上幼 她也未曾厘清过自己想要什么 母亲才只是旁敲侧击 私下给了胶带 门第是差了一些 可情真意切才是最要紧的 母亲病中与她说的话言由在耳 却让路易心底生出几分苦涩来 淳于家出身伤骨 是农工商之中伤为墨流 想来许多年以前 父母亲这桩联姻也许同样也是门第差一些 却急不上情真意切 当年 父亲还只是仅一味经历 祖父也未知未高权重 而现如今 陆家在朝堂上已是根基深稳 父亲更是位居二品 于陆家而言 今夏又何止只是门第差一些 她又想起小丫头方才委屈哆嗦的模样 小小的一团握在那被子里大气也不敢出 竟是觉得她又让人生气又是有些好笑 这么折腾一番 她是现在也休脑地睡不着 她索性出来 招了个小厮去 厨房要了碗姜汤 端着去了主卧 惊吓正觉得腹中一阵阵坠痛 那种疼痛感她似乎从未经历过 并不是着凉度谢的疼 但却绵绵密密地席卷着整个腹腔 她弓着身子团在床上 揉着被子顶住小腹 脸上冒着层层冷汗 疼得几乎想要打滚 迷糊中 她听见门外响起的扣门声 挣扎着想要下床来 可是脚下一软 却是扑通摔倒在地上 路易听的门内的动静 喊了声惊吓只听见细微的哼声 便直接推了门进去 小丫头惨白着脸色摔在地上的样子 让她差点慌神 随手将汤碗放在桌上 便将她抱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 惊吓还来不及答话 她已经觉出了不对劲 她手上刚刚触碰到的腰后下方 竟是湿润的血迹 惊吓 惊吓 小丫头明显是疼的话都说不出来 只捂着肚子微微发抖 你受伤了吗 路易一时有些不知道该不该检查 她身上伤在何处 怎么方才还好好的 这会儿就成了这样 伤在何处了 惊吓只想把整个人都拱起来 却不知怎么才能缓解 这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疼 根本不想回答她的话 路易没了法子 只得起身出门 扬声叫了夜间守在院外的仆丛 去叫个丫鬟过来 连层幅都闻声过来 见了路易站在卧房门口脸色沉沉 一时有些摸不清头脑 少爷 出什么事了 织云匆匆而来 见着阵仗还以为院子里出了什么大事 听路公子说是惊吓姑娘不知何处受了伤 她不好查看 虽也只不过是个小丫头 可路公子的人在这院里受了伤 怕是公子面上也不好看 之云有些忐忑 紧着脚步进了卧房 可看了小丫头那样子 却是常常松了口气 她轻轻扶着小丫头纤细的后背 覆在耳边轻声道 傻姑娘 这是来月 是了吧 这下 今夏更想一头撞墙去了 之云命人烧了热水重新煮了姜茶 干脆将主卧房门关上 帮着今夏里里外外收拾干净 嘱咐她将姜茶喝下 弄了个汤婆子让她捂在怀里 又仔细地教她如何换洗 才含笑安慰道 定是你晚上受了凉又灌了一肚子凉茶 才会腾成这样 无暖和些便没事了 她笑意轻柔 别害怕 不过就是姑娘长大了 原来这便是李嬷嬷 之前总是问她的事 今夏难掩羞涩 轻声道 谢谢芝云姐姐 眼前的小姑娘虽是脱了稚气 可到底还是有几分懵懂少女的模样 芝云见她今晚是素在主卧 心下叹了口气 姑娘既是来了月 是 今后在伺候公子的事上 该是要小心这些了 可满脑袋羞愤不想见人的惊吓 却是不知道她想差了 此刻捶着脑袋点点点 嗯嗯 反正她现在听不得公子那两个字 皆是把十几年的人都给丢光了 芝云也没再多言 吹了灯让她歇下 才出来回话 陆公子可放心 姑娘已经无事了 陆毅已是在门外等了许久 不免仍有忧心 她方才还好好的 怎会突然受伤 芝云原先以为 光风际月的陆公子 也不过如此 连未曾长足的小丫头都不放过 可听她这么问 又像是一无所知从未染过纸 姑娘并未受伤 芝云顿了顿 才缓缓开口 是 女儿家的事 陆毅表情凝滞 将惊吓刚才颇为诡异的出血位置 在脑内又过了一遍 在联想到自己所看到过的医书上 曾经提及过的男女身体常识 终于迟缓地反应过来 小丫头是怎么了 她松了口气 无事就好 只不过这么一闹 怕是小丫头更不想见人了 曾福在旁边听得满头雾水 等之云退下了才挠着头问路易 少爷 这晚上到底是怎么了 谁能告诉她 为什么今夏睡在少爷的卧室里 为什么少爷以为今夏受伤了 又为什么现在好像又没受伤 路易随手扣着她脑袋 让她转了个身 没理会她的问题 没你事了 回去睡觉 行吧 她明天问问今夏 小丫头嘴不紧 定是能问出来什么 曾福斯损着没走出两步 便听见身后传来少爷凉凉的声音 你要是敢向她打听 就立刻收拾东西滚回京城去